我們就在彩虹社的推特上面 收到一個非常不捨的消息 就是我們三期生Nina媽咪發布的公告 就是要在7月8號畢業 所以我們團隊也是非常快馬加編 緊急的安插進來這個排程 Nina對Ian不論是Liver或是粉絲們 都是如同媽媽一樣的存在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們輔社長NIKI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大家看到標題應該就知道 我們的VTUBE的系列又出來見客了 據上一支Lazeline的介紹影片 應該才過三個禮拜左右的時間吧 那為什麼要這麼快的就會推出這個影片呢? 因為非常剛好是在我們Lazeline的介紹影片 6月26號上片的當天 我們就在彩虹社的推特上面 收到一個非常不捨的消息 就是我們三期生Nina媽咪呢 發布的公告就是要在7月8號畢業 那相信如果呢 是跟社長一樣 這兩年來就是從可能Luxian入坑 然後看著Nijian然後茁壯到現在 並且很喜歡Ian這個大家庭的小豆腐 我覺得對這個消息 應該是會感到非常震驚跟難過的 其實在Lazeline的介紹影片下方 就有非常多人留言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趕快先介紹這一期 所以我們也算緊急的安插進來這個排程 畢竟Nina對Ian不論是Liver 然後或是粉絲們都是如同媽媽一樣的存在 關心大家安慰 然後或是開導大家 還有在凝聚伊恩的感情這部分 Nina也是付出了很多 那像社長自己也很感謝當初呢 她促成了英國的線下聯動 如果沒有Nina的話呢 或許我們根本就不會看到 這麼多IRL的她們 所以我們團隊也是非常的快馬加編 然後直接插播插進來 也就是介紹我們的Nijian第三集的團體 Ephiria 就算畢業了還不遲 大家也還可以好好的跟著影片 然後一起來認識一下這四位寶藏可愛的女孩 今天的介紹影片一樣會從Ephiria的出道背景 這四位成員的設定 還有直播風格 以及我們的團隊內部討論出 覺得出入坑者呢 必看必推薦的影片 那如果你們也是想要了解 Ephiria這四位女孩的話呢 那就記得繼續看下去吧 那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也請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呢要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Lite的帳號 那那邊呢都會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尤其是我們現在這個頻道 觸及率還是會被降低 因為是有分享BL相關的 所以如果有追蹤這兩個平台的話 我們相片都會一併的在線動啊 貼文上面都會通知大家 這樣子大家就不會錯過影片了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始今天的介紹吧 Ephiria作為Nijian的三集生 於2021年的10月9號出道 與二集生的出道日呢 僅僅相隔三個月的時間 其實彩虹社在發展伊恩的前期呢 真的是主打一個大鍋下水餃的策略 只要我逼出的多 就一定會有可以吸引到你入坑的主播成為你的推 只能說呢彩虹社這波的操作呢 真的是有夠狠 有多少人呢 就是在Nijian這樣的策略下呢 失足跌落深坑 隨著新人推出的速度真是越來越快 轉眼間現在Nijian已經有八團之多了 相對的呢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的感同身手 真的是有點乾不太過來的那種感覺了 Apheria的出道歌曲God's This Old 有編於以前的純純動漫風 這首歌呢結合了強烈的東方色彩 展現了日本風還有西洋風的碰撞結合火花 中毒性的電音旋律呢 再加上他們這個團平均水準之上的歌唱實力 這首歌呢 當時就是直接刻畫出自個女孩的歌聲美麗 只能說一聽到呢 就會被深深吸引並且愛唱 聽一次呢 就可以幾乎進入到腦中的那個旋律歌曲 很厲害 Apheria的出道節目 就是由二齊森的三位前輩們主持的 以選學者的主題呢 介紹出這新出道的四位成員 如果說呢 伊恩的男生們聚在一起 是一群吵吵鬧鬧又幼稚的男高中生的話 那伊恩的女孩們聚在一起 大概就是像閨蜜聚會一樣了吧 光出道節目就已經感受到就是惡魔 有點承受不住的那個小壓力 你知道一群女生在一起就是整個會 放飛自我 各種口出狂言 光是平時呢 Apheria的團體連動茶碳 就可以說是充滿各種笑料 甚至非常的精彩 很推薦呢 大家可以直接補起來 他們四個人的連動的那種直播 像是一週月的紀念 半週年紀念 還有聖誕節啊 這幾場就是連動直播 每一場連動呢 都會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媽媽然後帶著三個很吵鬧的女兒 然後女兒們會就是不受控的控出狂言 那Nina媽媽其實在旁邊也是會點火 然後完全不會阻止還會跟著一起鬧 充滿有那種家庭感的直播呢 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溫馨 也可以從這個直播的互動當中呢 看到這四個人的關係有多麼的親密 那接下來呢 影片就是帶大家來一一的認識這四位成員 那首先第一位呢 要介紹的就是大家的媽咪Nina 她的角色設定是來自天堂的九尾湖 平時是負責掌管命運的生命 但她恨透了一切就是她非要管理這些事情 日复一日重複做著一樣的文書工作 上級的那個社畜深淵 靈魂的吶喊就是 我討厭工作 甚至她還會在天堂裡抱怨喝酒 沒錯 我們胡媽呢 其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酒鬼 平時的直播呢 更是充滿了慵懶又臭的風格 直播到一半呢 Nina還會直接起身去拿酒來喝 粗配性時呢 因為成熟又女人味十足的外貌 加上那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女低音 一開口呢 就是溫柔的喊 Hey honey 好啦 我也沒有辦法揣摩出那個 Nina的那個完美的語氣 對 就大家可以意會一下就好了 Hello Honey Honey Hi Hi Honey Nina更是對可愛的二次元女孩們 毫無抵抗力 更是在粗配性的時候點名 就是當時宜恩的其他女團 來一場充滿愛的告白場面 並且大聲宣布呢 這些女孩們都是她自己的寶貝 一出道呢 就是那種總工氣場 發到最滿 還有那種啊 我家的小孩是最可愛啊 我家的小孩最棒啊 非常醜逆行的媽媽的這種感覺 當Nina坐實 尼基伊恩媽咪寶座的原因呢 是因為她比起自己 其實總是會更關心其他人 不論是觀眾 或是其他伊恩的主播們 遇到的問題或是煩惱師 充滿閱歷的Nina呢 總是可以適時的 給出一些建議還有回饋 彷彿呢 如果他人過得更好 就是他可以感受到開心的事情 而平時穩重又充滿智慧的 廚師風格還有貪吐 也會讓人感受到 非常的可靠和信任 這也就是為什麼 Nina的雜談 補了伊恩自己家的主播們 ID、KR、JP的主播呢 都可以非常自然的 來Nina這邊串門聊天 他都能順利的呢 就是引導出一些話題 讓你很放鬆的想要跟他聊天 如果你們也是喜歡雜談台的話呢 我覺得 首推Nina雜談 都是可以去補來看看 那另外一開始也是說到 Nina在凝聚伊恩的 這部分呢 真的是付出非常大的貢獻 以我自己是Luca推來講的話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Moxian他們歐洲組 第一次的線下連動 後續呢 第二次的連動 甚至加上了Luca 然後還有Mika等人 因為我本身是Luca推嘛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因為 之前非常多的直播當中 都聽到Luca自己 常常會說 他有多麼害怕自己一個人坐飛機 或是一個人出國 當時就是Nina她就說 我會親自就是到澳洲 然後帶你 再陪你一起飛往各地 然後讓你們呢 可以一起連動 我只是說我自己的感想 所以當時我其實也覺得 Nina可能也是客套話 但沒想到 Nina真的親自到澳洲 然後並且接了Luca 他們又一起到英國 然後就是跟其他的成員們一起見面 現下連動了幾天之後呢 再把Luca帶回去澳洲 帶你出去 我也親自送你回家那種感覺 而且他後來送Luca回去澳洲的時候 他在澳洲得了新冠肺炎 被迫就滯留在澳洲幾天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在於我們自己身邊的朋友 其實能做到這樣程度的人真的不多 就覺得他非常忠義氣 然後很重承諾 自己是覺得非常有魅力 然後我也非常的勤佩他 如果不是當初Nina跨出第一步 促成的這些就是線下連動 還時不時的呢 在直播或是推特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出國的小事 我們其實不一定有這麼多的機會 會可以知道Live那些 比較充滿生活感的有趣事蹟 經過幾次的線下連動之後呢 就明顯感受到整個E-N 都越來越有那個凝聚力 這樣的轉變呢 Nina是功不可沒的 所以即使Nina選擇要離開彩虹社 我覺得他們私底下可能交情好的話 一定都會有非常好的交流等等的 那如果你們是喜歡媽媽Energy的話 不要錯過我們的Nina了 再來第二位要介紹的呢 就是Milly 來自於地獄跟黑貓地結契約的災惡魔女 在地獄的路上呢 被E-Nina就是騙來地球 尋找人類的美食 結果呢 魔法失效無法使用 只好展開了在地球上呢 打工人的生活 在初配線的開頭 直接端上了長達7分鐘的介紹影片 使用了日文還有英文的歌詞 唱出自己的出道故事 傑出的歌唱實力不僅讓人印象深刻 使用日文的歌詞去描述故事 也讓非常多的人感到驚艷 雖然後來呢 就立即的在初配線爆料 自己日文的歌詞全是靠Google翻譯來的 但是這個用心程度呢 也是令人非常的佩服 除此之外呢 出道的故事內容在編排上面非常的完整 還不忘加上了自己的笑點 還有天真趣味性 看完7分鐘的介紹影片呢 很難不愛上這個鬼靈精怪的小魔女 也充分的展現出 Milly是一個非常會整活 並且企劃力很強的女孩 像是隨機Call out給社內的主播們 來讓大家一看究竟 到底VTuber平時都在幹什麼 就會意外的爆出許多搞笑的精彩片段 非常推薦大家兩次的直播都可以補檔補起來 另外呢 我自己團隊的小夥伴自己私心推薦的 就是Milly跟Fogue的連動直播 這最兄妹檔呢 在EAN的粉絲心中 應該是出了迷的歡喜冤家了吧 兩人平時只要湊在一起的化學反應 真的是有相愛相殺的感覺 總是會為直播帶來非常多精彩的笑點 也因此受到粉絲們的喜愛 不論是Milly有意無意的調皮倒彈 或是Fogue的氣到血壓身高 然後崩潰的模樣 兩人的超real的互動吐槽呢 精彩到就是整場直播毫無人藏 絕對是保證可以讓你從頭笑到尾 這個直播呢 就大家一定不要錯過了 另外要說到Milly的話呢 也不能錯過的就是 我們的紅睡環節ASMR 她的ASMR直播呢 會有一些耳部按摩的白噪音 在Milly那麼多的直播當中 ASMR也是深受許多人的喜愛 算是她頻道當中常常會出現的直播主題 Milly本身身為EAN的混沌成員之一 不過ASMR直播呢 跟SARS的內容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我覺得那個紅睡程度是真的很高 聽起來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們平時已經有在開白噪音 或是習慣環境音的聲音 我覺得可以推薦Milly的這些直播影片給大家 Oh Heaven, How did I get here?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第三位成員 設想自己私心很喜歡的EAN女生Liver 就是我們的Anna 來自天堂歌頌幸福的青鳥 簡稱我們的天堂鳥 說到Anna呢 眾所皆知的肯定就是 超高又超強的歌唱實力 作為尼基伊恩的歌姬之一 Anna的出道配性 充滿了童話高規格的介紹影片 加上她親自上陣超專業的旁白配音 並且透過音樂還有歌聲敘述自己的出道背景 光是聽完第一段呢 就會讓大家直接帶上天堂 Anna更是在出道當中呢 就帶給大家第一次的歌回直播 乾淨純粹的聲線 運用恰當的歌唱技巧 充滿感情的歌聲 如果平時就是喜歡聽音樂的小豆腐 那你們一定會喜歡她的cover曲 我自己很喜歡聽她唱的那個BOA的那首 也有她跟那個Cure連動 我自己稱呼她為墨西哥決定 我覺得非常的好聽 然後又非常有他們兩個人的特色 Anna的歌唱實力呢 可以說是當歌手出道出唱片也應該不為過吧 特別是她每一年生日都會舉辦 就是演唱會的直播 真的都是超經典必補檔 因為她光這個現場啊 然後還有她背景畫面 歌曲都會重新的編排 還會找來特別來賓 然後預錄影片一起合唱 像是2022年呢 就有跟艾克一起合唱 Why all why not 還有2023跟Cure一起唱的那個墨西哥卷筆 然後還有跟其他的主播們 也都會有一起的合唱 都可以看得出Anna 其實在這個地方非常的用心 這樣的專業高水準的演唱會 只要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鑽爛的感覺 而說回來了 Anna雖然有一個非常天賴一般的聲音 但是呢 跟歌聲完全相反的 Anna那個非常厭世 還有嗆人不嘴軟的語數 很多人都會覺得 欸 她唱歌的聲音 跟她平時講話的是同一個人嗎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反差 然後加上Anna這個超real 不做作的個性 反而非常深受大家的喜愛 而且加上她平時呢 如果說卡關 或是呢 每次在玩那個Among Us啊 然後被敵人陷害 Anna就會瞄如芬芳 不中斷 過程是有多精彩 就讓大家呢 可以自行的補當體會一下 另外呢 也推薦Anna Mika Alvin Volger 四個人一起進行的運動年動 觀看這四個人的名單呢 就可以知道這場直播有多混沌 狂風暴雨 然後鳥雨芬芳不斷呢 中間場面呢 就是一度失控的樣子也超爆笑 建議大家可以去補檔補起來囉 大家如果有看她 自己平時在講一些 她的論述觀點啊 或是想法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發現 她是一個三觀很正 然後並且有自己想法 內心很溫暖的女嗨 從此呢 她也非常努力地愛著粉絲們 這場婚禮的直播呢 可以說是Anna 最神又最溫馨的一次直播之一了 一篇篇呢 念著粉絲們的情書環節 超級感的搭配BGM 真誠地感受到Anna 想要回饋的那個心 這個很精彩的直播呢 也都可以推薦給大家 如果不是在天上 那麼在天上 最後要給大家介紹的成員 也就是徘徊於地獄的悲傷幽靈 Raymoo 作為三情中的語言擔當者 Raymoo呢 非常喜歡學習各種不同的語言 說到時許下的願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 可以打破語言的隔閡 將彩虹色的JP 還有伊恩等所有的主播 都可以聚集在一起 同時也是希望讓世界各地的人 都可以知道彩虹色有多棒 一起跟JP的前輩們 站在3D Live的舞台上面唱歌 以她這個願望來講的話 大家就知道 她是一個追星追到彩虹色的女孩啦 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 Raymoo其實也認真地加強了自己的歌唱技巧 其中最經典的歌迴翻唱曲目 就是 曾經我也想一聊八聊 翻鍵的歌聲帶有一點哀傷的唱腔 完美地呈現出歌詞的情境 絕對是大家入坑必聽 然後必看的影片 最新出的cover歌曲 可愛くてごめん 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Raymoo本身的歌性 也是帶有一點小女生的韌性 但這樣子的小小鬧脾氣的模樣 並不會讓大家反感 反而是透露出那種 小女生然後撒嬌可愛的感覺 所以cover這首歌曲的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 真的是非常的貼料 而且Raymoo這樣的歌性 也使她在跟不同的人聯動的時候 會產生不一樣的火花 像是她在一次Drama King的直播的時候 因為她不斷的墜落 讓她超生氣又氣餒 但是艾克中間有臨時的加入 起到一個非常厲害的安慰效果 在她激勵之下就成功的往上跳 她常常會嗆抱抱說 艾克多麼的溫柔 我剛剛教的方法有多棒 你看你都不會教這樣子等等 雖然兩個人常常真的是喜歡鬥嘴 但實際上感情也非常好 像Buzz有時候喝到很茫的時候 會去鬧Raymoo 雖然一開始Raymoo還是會跟她吵吵鬧鬧 但是到最後還是會關心她 要不要去睡覺 要不要喝水之類的 這兩個二遊組的互動也是非常的可愛 他們那個系列的聯動直播 大家也可以一併的補档補起來 身為標準iPad名的Raymoo 在直播時也會邀請非常多的人 跟她一起打iPad 雖然因為Raymoo的眼睛下面都會有黑眼圈 大家都會忍不住的開玩笑說 不要再熬夜打iPad了這樣子 除了iPad之外 恐怖遊戲也算是很常會出現在Raymoo直播中的主題 如果說喜歡看恐怖遊戲直播 然後或是也喜歡iPad的小豆腐 就可以直接刷一波就是Raymoo的直播囉 以上就是這次Ephira的推坑介紹影片 除了歌唱非常好之外 身體神也都是外語高手 像俄語、法文、日語、中文、西班牙 每個人都會講兩種以上不同的語言 真的是太厲害了 烤肉妹來講的話 要身懷絕役的感覺 不然會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那今天給大家介紹的這四人四色不同的Live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 或是平時本來就有在追哪一個 哪一個是你的欧系 他們的直播當中最推薦什麼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那最後說回來 就是雖然Nina在7月8號已經畢業了 但是她自己本人的說法 她好像有跟經紀人討論 她的那些就是頻道當中的影片都會留著 如果你們看完影片 也想要再看看Nina的一些直播 都可以去她的頻道看看囉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 大家看得開心看得喜歡 更了解三其身可愛的一面 那也最後不要忘了要幫我把影片按個讚 還有分享出去給你所有喜歡看VTuber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Ni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請按個讚 你請按個讚 幫我按個讚 按讚 鈣? 你會討論 快按個讚 鈣嗎? 同時